那我們現在來看到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的話我們的一個 切的點剛好是在所謂的這個 贊成費死的這個地方開始啦 不過我們現在要來看的是一些重點就是了 There are times when murder is committed not because of cruelty 這個 times 在這邊 當然我們常常講說 time 不是應該是時間 應該是不可數的嘛 那這邊加s 的話當然是另外一個意思 這邊time 指的是時刻 某些時刻 一段一段的時間 所以也就是說有時候 其實你也可以說是有時候 也就是說有時候有些狀況 所以你也可以說是instances 那所以在某些這些狀況 我們是這些事例子之下的話呢 是會這樣的 not because of cruelty 他說呢 people may kill for other reasons such as out of anger, misunderstanding or fear out of 這邊的話我們要看一下是這個out of out of 的話呢是指出字語的意思 譬如說同學可能知道我們可以講out of pity 或者是out of curiosity都可以 那這邊是out of anger, misunderstanding or fear 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他說if capital punishment is allowed, there always exists the possibility that 那這邊我們看到這個there exist 一般來講的話我們比較熟悉的是there加上什麼 加上逼動詞嘛 好比你說there is, there are 但是事實上呢 只要是表示狀態 尤其是表示有 存在什麼東西 其實我們也可以加上去 所以不管不只是逼動詞 你也可以用exist 也是一樣表示那個狀態 存在的那個狀態 因為事實上there is, there are 就是說在哪裡有什麼 所以你用exist的話事實上呢 意思可以相同 他說there always exists the possibility that 有這樣的可能性 什麼可能性呢 那我們看到後面這個that 這個that的話呢 sorry 這個that的話呢 事實上呢 就是引出後面這個句子來 an innocent person will be executed by mistake 所以這邊的話呢 這個that這個字句 這個名字字句 事實上就是在說明the possibility 他就是在跟你講說 什麼樣的可能性呢 就是後面那個that的句子 an innocent person will be executed by mistake 這樣子的可能性 ok 好來接下來我們再往下 到最後這邊 那這邊有一句稍微難一點 因為他這個any more than 讓人感覺有一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句子 studies have been unable to show that the fear of capital punishment stops someone from committing murder any more than other punishments ok 那這邊我們看到studies 這邊show that 好這個從that這個字句開始看 我們的主詞是什麼來 是the fear of capital punishment 這個是我們的主詞嘛對不對 我們說這個是主詞 好然後呢動詞是stops 對啦 所以這種恐懼的話會阻止 stop someone from doing something murder any more than other punishment ok 好他呢這種恐懼啊 ok這種恐懼的話呢 更能夠阻止人家 這邊的話這個more 這個more的話其實相當於是在修飾前面這個動詞 stop ok 好也就是說他可以stop more 他可以阻止更多 更能夠阻止的意思 stop more 這邊的人說更能夠阻止 ok 好但他說 他說stop someone from committing murder any more than 有更多 ok 好他呢可以比其他的刑法 可以比其他的刑法呢 更有辦法可以阻止人家犯罪 這樣看懂嗎 ok他比其其他的刑法 更能夠去阻止人家犯所謂的謀殺罪 那他呢前面那我們再回到前面他說 unable to show 沒有辦法顯示出這樣的結果來 所謂的呢 懼怕這個死刑呢 可以讓犯罪的人啊 能夠呢更怕 能夠呢不要去這個 能夠不要去這個犯這樣的罪 ok 所以這邊 是不是有點複雜 是啊 等於其實你看到這個more 這個more 這個more的話他就是用來修飾這個stop ok 好然後呢 他能夠更有效的讓他們不要犯這樣子的罪 但是事實上他沒有辦法顯示出有這樣的結果 ok 好 接下來他說 and let us not forget that murdering the murderer is a violent act in itself ok a violent act 沒有問題吧 就是說一個暴力的行為 in itself in itself 大家通常我們都用來強調 也就是說 那個事件本身 那這邊也就是說呢 這個殺人 不管你是殺誰 他本身呢 殺的這個行為 殺戮的這個行為的話呢 in itself a violent act in itself 他本身就是一個暴力的行為 it is revenge ok 他也太特別 在分詞後面再跟你補充說明 為什麼說是a violent act 因為呢 那是所謂的報復 那通常來講的話我們都說 在我們現在的時候我們都說報復不好 所以以報之報 ok 好 接下來我們往下 下一段比較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接下來我們看到最後這邊 提到一個例子 這個人叫做Carol Chessman 好他呢 最後他說 before his execution he wrote that he had finally learned not to hate ok 他學習學習怎麼樣 不要再憎恨 好 那這個to hate 不定詞吧 那不定詞我們說呢 他的這個否定的話是加在前面的 所以我們會用not加上to加上原型動詞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not會加在這個不定詞的前面 是比較合適的囉 那這邊也許你會有點好奇說 死刑犯應該是別人恨他 他為什麼這樣講呢 那當然這個其實我們說每一個人的故事不太一樣 那也許他犯了這個罪 然後呢 他被判的死刑他非常的悔恨 但是一方面還會怨這個世界怨天尤人 ok 就說呢 為什麼法官要這樣判決 為什麼他的父母親 為什麼他以前的家人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他 好 然後呢 讓他現在變成一個生命隨時都可能被剝奪走的人 沒有辦法對自己的生命有自主性 他會痛恨很多事情 但是他到最後他說呢 他在牢裡面關了那麼久 到他行刑之前他終於可以了悟一些事情 所以他在怨恨 ok 那當然我們這邊只是在提一下這一刻的一些重要的部分 那當然所謂的廢除死刑這個部分 我們就沒有辦法在這裡討論喔 那這個部分同學可以自己去好好的想一想 那希望呢 這個 老師說明這些部分的話呢 對你的理解可以有幫助 那老師沒有說明的部分的話 你也可以試著自己去標標看 我會再把這個文件放到你的Google Drive上面去 讓你可以去把一些其他重要的地方標標看 那也是幫助自己也幫助別人 ok 好 那所以就講解說到這邊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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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